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多谢款贷,126-129集 西门转天就要去参军了 他提议跟牙医子出去转转 但牙医子说他很忙,而且还跑到炒兵店帮忙 西门说明天自己就要去参军了 拜托远太照顾牙医子 远太很是吃惊 但他说我不是一直在照顾他吗 说虽然他是你的老婆 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我唯一的人生伴侣 最后他说他起码不会让牙医子挨饿的 让西门快去快回 而牙医子终于想出要用那个鸡蛋做什么了 西门不舍的看着他做饭 牙医子感觉怪怪的 而他一顿揉搓油炸,做成了一个苏格兰炸蛋 这造型还是西门想出来的 但肉馅是用大豆代替 外皮是用玉米面做的 用筷子挖开 里面的蛋黄鼓鼓流出 看起来就美味 两人一人一半赶紧开吃 看着吃得很香的牙医子 西门想起了牙医子过去吃饭的各种画面 说你似乎总是在吃呀 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人生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牙医子说 他希望西门盖一所大房子 所有家人都住在一起 每天吃各种好吃的 西门禁不住哽咽了 赶紧低头吃饭 这愿望怕是无法实现了 晚上他看着熟睡的牙医子 心情无比复杂 毕竟看一眼少一眼了 转天一早 他把一封厚厚的信交给继母 而牙医子将便当递给了西门 他骗牙医子要去找工作 西门说了声多谢款待 然后走出门去 他没告诉牙医子自己去参军了 他不想看到牙医子哭 而继母于心不忍 他忍不住跟牙医子说了实情 让牙医子赶紧去追 跟西门告别 牙医子听把懵了 他立刻飞奔出门 总算追上了西门 他大喊西门的名字 西门转回头来 而牙医子坚持着没有哭 假装自己不知实情 说你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 其实我还有一样东西很想吃 那就是你做的料理 然后就笑着助西门一路顺风 西门也笑着说 他会尽早回来 漫天的雪花飘落 从少年少女到老夫老妻 几十年的相伴 不知这是不是最后的四目相对 直到不见了西门的背影 牙医子的眼泪才掉了下来 回来后牙医子仔细读了西门的信 信里写着 请原谅他的不告而别 说他想看着牙医子的笑脸离开 他感谢牙医子做过的各种美食 为这个家付出的各种辛劳 他感到自己非常的幸福 说牙医子的美食改变了他的一生 让他不知不觉 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 而牙医子则在信纸的空白处和背面 写下了发生的各种重要的事情 说等西门回来后给他看 让他知道自己走后 每天都发生了什么 而因为太阶没有考上理科大学 所以牙医子请求保佑太阶 不要去参军 丈夫小儿子女婿都去参军了 牙医子每天都很担心 又因为东京和名古屋都遭到了空袭 大阪恐怕也快被轰炸了 所以继母和福酒都要去避难了 牙医子开始准备送别宴 做了香浓的鸡肉火锅 哪知还没开饭呢 朱刚的妹妹跑来 告诉他们福酒要生了 继母高高兴兴的就跑过去了 而牙医子收拾了东西 带上鸡肉火锅 并随身携带了西门和和南的信 然后跟太阶一起去了福酒家 此时福酒一边生孩子 一边被圆周滤 果然生孩子时 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于是大家就边吃饭 边等福酒生完 这些人可真心大呀 还能吃下饭去 福酒的婆婆说要上去看看 突然空袭警报声响起 一家人都焦急起来 太阶让福酒的公公 带着继母和女儿先走 街上都是急匆匆避难的人群 而继母跑一半不放心 又跑了回去 她让牙医子和婆婆先走 说他们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而自己这把老骨头 就什么都不怕了 哪知此时 孩子的啼哭声传来 福酒生了 三人袭击而弃 福酒生了个儿子 接生婆让福酒赶紧给孩子喂奶 哪知外面轰炸声响起 空袭真的来了 于是太阶用小车 拉着福酒和孩子拼命奔跑 远处天空的燃烧弹 从天而降 周围都是大火熊熊 突然前面一片火海 已经没办法走了 周围房屋的木头倒塌 碎屑泥土纷纷掉落 他们被大火包围 进无可进 退无可退 牙医子一抬头 看到这里竟然是地铁站 他听信门说过 如果空袭来临 就往地铁站里跑 于是他招呼人们进了地铁站 但里面的铁门紧锁着 牙医子大声呼喊 并用力砸门 战务员跑来说 空袭时地铁是关闭的 说这是防空法的规定 牙医子说 这地铁是我丈夫修的 他说过发生空袭 就躲进地铁站里 这些都写在信里呢 而战务员听罢 果真打开了铁门 一群人赶紧转移到了地铁站里 而好心的战务员 还喊来地铁 让大家上车 说煤田站那边没被炸 众人纷纷表示感谢 然后上了地铁 扶酒真挚地 对牙医子说了声谢谢 而牙医子抱起外孙 孩子睡得正憨 牙医子轻声念叨着 西门你当外公了 大轰炸过后 当他们再回来时 家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仍有火在燃烧 此时元太赶来 他让大家去炒兵店避难 那里没有被炸 牙医子望着已成废墟的灶台 很是伤感 而且那个酱菜罐 也被炸得支离破碎 望着满目苍蚁 他心里悲痛 不知这惨状该怪谁 而小马收留了很多难民 他们只能吃点被烧焦的蔬菜了 继母要去小营家里避难了 而扶酒要随着婆婆一家 去之前找好的疏散地 而小妹和大起要先赞助在局里 但牙医子和太戒 还不知道去哪里好 牙医子又把这些天的事情记了下来 还感谢了西门建的地铁站救了大家 转天牙医子依依不舍地 送别了扶酒一家人 然后又送继母上车去了东京 而太戒提议去大姑家 牙医子忙说不行 说他想要咱的房产呀 但最终他们还是来到了乡下 跑去投奔大姐 太戒拜托大姐收留他们母子 大姐说 我可从没说过不收留呀 只是你们不同意我的条件 结果太戒打开包裹 里面是烧烂了的地气和印章 大姐一看无可奈何了 说要不立个字句吧 但太戒说 她和妈妈都不是持有人 立字句也没有法律效力 大姐一听彻底无语了 牙医子和太戒终于可以在这里暂时住下了 牙医子说 大姐的丈夫和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 而丈夫和前妻的儿子们不愿意继承家产 所以这里只有大姐和女佣小花一起住了 此时大姐过来喊牙医子去厨房帮忙 大姐家的食物可真是异常的丰富 牙医子已经好久没看过这么多菜了 兴奋的不得了 而太戒出去溜达 陆遇一老农 老农得知她是大姐家的客人后说 在这里你还是不要提 你是她家的亲戚比较好 太戒回来后看到一幕盆的大米饭 也高兴异常 好久没看到过这么纯的大米饭了 饭分好后 大姐说 怎么是三份呀 难道你们也要在这里吃吗 牙医子说这么多饭怎么看都不是一个人吃的呀 大姐说 我是想让小花带给家人吃的 所以牙医子只能和太戒吃米饭就腌萝卜了 但太戒却禁不住笑了 感觉这位大姑很有意思 转天起来 大姐已经下地采了许多蔬菜回来 说你们大城市的人可真是娇贵 我都已经干了一早晨农活了 牙医子忙问需要他们做什么 大姐吩咐他们去种地 一大片荒地要一天内开肯完 小花奇怪地问大姐为何要刁难牙医子母子 说您平时不这样呀 大姐说 我跟她约好了 这辈子要互相刁难 说就算我不想也得这么做 说其实我哪有那么多闲功夫刁难她呀 牙医子和太戒干得腰酸背痛 早饭也没吃 肚子饿得咕咕叫 此时小花跑来 说她来给他们送赶脚茶了 一看是一大锅稀饭 说这次丈夫出门干活后 夫人们熬制好赶脚送过来的茶粥 牙医子和太戒赶紧吃起来 干了半天活 吃这个香喷喷的米粥 就着腌咸菜一起 那简直是人间美味 母子俩吃得稀里糊涂的 此时小花的父亲拉车经过 喊小花帮忙 太戒急忙过去帮忙 他问为何那个老农让他不要提 是大姐家的亲戚 小花的父亲说 大姐的公公被人称为菩萨 店户交不起租子 他就说没事没事 你们也辛苦 哪知当大姐的公公去世后 大姐就开始上门催脚租子 交不起就要立字去 大家都称他为独妇 而大姐根据市场情况 叮嘱店户改中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结果大获成功 都卖出了好价钱 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 所以人们认为大姐才是真正的活菩萨 这也没解释清楚太戒的疑问 而此时大姐正在逗猫玩 结果不小心把脚给扭了 所以没事别招猫逗狗的 然后小花就匆匆跑来说 大姐喊牙医子过去 牙医子一听 这准是又没好事 本集中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郭肚白下次见 有猴